中国古代 预言故事 娟蜀良 下水河口的南边住着一个人名叫娟蜀良 他生性愚笨胆小 总是疑神疑鬼的 有一次 他到朋友家去喝酒 因贪杯误了时间 但他看天色还不太黑 就趁着酒劲上路了 他紧紧提着一颗心 紧赶慢赶 暗暗祈祷 上天保佑 心里念叨着 不由得加快了脚步 同时冒出一身冷汗 一紧张 脚下的石头一半 他以为是妖怪 不由得一低头 看见了自己黑长的影子 以为是鬼怪浮在地上 吓得磕磕绊绊地跑了起来 风吹起了他的乱发 在他眼前一晃 他以为是一个站着的妖怪 吓得掉头就跑 结果 他快 后面的脚步声也快 他慢 后面的脚步声也慢 第二天 当他妻子开门时 发现他仅以门砍 双目突出 已死去多时了 疑心生暗鬼 娟蜀良愚笨胆小 最终被自己吓死了 我们要吸取这个教训 凡事切不可疑神已贵